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辛苦了真的累身兼多职 还顺耐治愈了我的心灵 同样在六公主 同样是无修音权开麦直播 周深修音响那不是日常吗 周深 修音响老手了 家人们谁懂 粉周深真的真的好爽啊 看热血动漫男主都没这么爽过 一直粉一直爽 周深宝贝你可太厉害了 长脸啊 我眼光真的很好 刚结束弯曲声明月直播 又上电视新闻 周深不仅在晚会修音响 还会在国家大剧院献唱 能居庙堂之高 能处江湖之远 用歌声传递美好 抚慰心灵 这一次的大湾区音乐晚会 内地乐堂可以说是彻底输了 闲事难听登上热搜 华晨宇的大帝被大量网友吐槽 紧接住实力唱江堂巍巍的改编 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一次去现场的歌手们 似乎发挥都很一般 有人说是收音不好 也有人说是感冒 但是直到周深出场 我才意识到原来现场收音没问题 周深玩这类型音乐晚会 大多数演员都会假唱 部分歌手会选择假唱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周深是不会假唱的 而且主办方也对他非常放心 不会担心他现场翻车 唱功摆在那里 周深的这首玩完成度非常高 如同我们平常听周深的个人单曲一般 周深在主歌部分选择了 使用大量气声去对声音进行修饰 梦界与火 其中界和火都加入了大量气声去修饰 这样做的好处比这反复强调过很多次了 由于歌曲主歌部分偏平淡 为了使演唱显得没有那么乏味 在平衡演唱的情况下增加气声去弱化声音 制造出更明显的层次感 月光光 说实话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周深的 因为没有任何歌手可以保证自己的每一次现场都翻车 但是当光子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周深的完成度会非常高了 这一次现场准备充分 头身很顺滑 没有任何卡壳的感觉 这就意味着周深至少情机能不会出现任何失误了 辅歌部分的完成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但是对于一位专业歌手来说 这个现场是OK的 情机能切换出现了一定的可听度降低 整体位置挂得非常到位 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段副歌部分 如果说第一段是柔声 那么这一段就是平衡混偏柔一些了 《月城长风》 挂翻锥 这一句首尾是让人满意的 最后挂翻锥基本全程投身为主 但是并没有降低可听度 整首歌曲不懂于周深以往的演唱习惯 在第二段副歌没有使用重机能去演唱 其实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不扣同等级的歌手中 如今敢于在现场使用轻机能的歌手并不多 林俊杰 李健和邓紫棋会习惯趋勇 看完以后 只能说是非常完美的现场 乐坛需要更多优秀的歌手 还有一件事想和各位聊聊 现如今的乐坛 需要更多能够真唱 能够唱好的歌手 看住肖战真场热搜登顶 其实我是比较沮丧的 一位主演是演员的明星 却让多少歌手都抬不起头 那些为自己哥哥找住借口 说收音不好的粉丝 听了周深的演唱 不知道是否还觉得现场收音存在问题 只能说 实力才是一切 这一次晚会 周深演唱得很成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